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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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杰中Ethan 在今年台北时装周 常常迈入第四年了 是由台北市文化局 文化部还有经济部共同来主办 而且第四年了一年比一年 更加的盛大而且完整 不只是让整个台湾的时尚产业 专人士有一个展影的舞台 也让包含是台北市民 甚至全台湾的时尚爱好者 都可以更加了解 台湾时尚产业的眼镜以及脉动 但是今年不可否认 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做了很多样的应变 还有措施 除了是实体的活动 可能有些是取消 或者是缩小之外 我们也发挥了创意 包含是很多线上的活动 跟线下一起来举行 所以今天包含是这一场 是时尚论坛 也是透过两者并行的方式 在实体我们邀请到台湾的奖者 还有在线上 也邀请到四位重量级的高层 待会会才讨论的是 整个时尚产业的看法 以及趋势 那么在一开始呢 邀请到的就是论坛计划主持人 也就是Vogue 亚太区的编辑总监 孙宁Leslie 来跟大家一起说说话 各位讲者 各位线上的来宾 大家好 我是Vogue 亚太区编辑总监 孙宁Leslie 很高兴 能够与大家相聚在线上 一起关心我们所热爱的 时尚产业发展趋势 进行交流与分享 今年透过双语线上 直播的方式 让讲者们和大家 可以进行交流 同时也能让国外的民众 有机会共襄胜举 参与并认识台北时装周 非常荣幸 这是我第二年担任 台北时装周 国际时尚论坛计划主人 看着台北时装周 在台北市政府文化部 与各民间单位的大力推动下 在短短的四年期间 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成长 让更多的产业人才 能够被看见 也带动市场内 内销与国际推广的机会 特别是到了十月 走在新一区跟东区的街道上 会发现很多年轻人 为了台北时装周 特别装扮一番 望眼过去这些装扮有型的男女 他们有态度的样子 从线上社群走到街头 让这个城市仿佛变成 他们的伸展台 看到他们有太多样子 跟他们的自信 从他们身上的衣着 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品位 他的美学养成 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缩影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时尚城市的 在地政府会如此的努力 推动时装周发展的原因 因为一个时装周 所带来的效应 不仅仅是产业发展 城市观光带动商圈的经济效应 更是设计人才的培养 城市文化推广的重要建设 近几年亚洲时尚设计能量 急速上升 许多亚洲新月设计师 在欧美国际时装市场 时尚市场都有相当好的表现 相当好的成绩 各国纷纷展现文化特色 跟创意设计 带动了独有的时尚风向 同时间永续设计 一直是全球时尚产业间 讨论热烈 且直立于发展的重要议题 在后疫情时代中 消费者行为的改变 品牌会如何应变 同时实践永续发展 目前永续设计有哪些突破 今天的论坛将带大家一并了解 首先上半场会有 台湾知名时尚集团 喜事国际时尚集团的 营运长宋安分享多年前 专业的国际采购经验 与后疫情时代的消费者洞察 以及台湾第一个 直立于永续时尚设计 和绿色生活形态 推广平台 PQP 挑品创办人 张金灵俊将带大家探索 后疫情时代永续时尚的 全球发展趋势 下半场的时间将四地连结 会由我邀请Vogue 新加坡版总编辑 Norman Town 泰国版总编辑 Kulavit Luxu Street 日本版的时尚总监 Sarri Masuda 一同上线 分享各国家的市场趋势 及新锐设计师 并针对各方的产业观察 进行一些想法交流 借由这次的国际时尚论坛机会 希望能帮助相关从业人员 切合时代发展 掌握关键 也同时让人们了解 该如何进行聪明 及有责任的消费 我期待大家可以在 这几位讲者的 专业与丰富经验分享中 收获满满 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孙医总监Less的 精彩开场 也替今天的国际时尚论坛 揭开了虚目 紧接着 就要欢迎的是 今天的第一位讲者 他是喜事国际时尚集团的 营运长宋安 其实喜事国际在台湾 向来都是品味生活的代名词 包含是 来剖析整个产业的发展 台湾也好 国际也好 还有身为买手 怎么样在地化 针对台湾的时尚耀耀者 有独特的选品策略 我们就有时间 交给云运长宋安 好的 3 2 3 3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宋安 今天跟大家聊聊 The change of fashion trends 下一页 第一个topic 跟大家聊一下 疫情前跟疫情中的 选品模式的差异 下一页 我想先 上 这个 想先跟大家聊聊看 就是大家先思考一下 到底时尚是什么 时尚采购 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下一页 可能很多人的 印象跟刻板印象 就是大家就是去做 参加fashion week fashion show 去看一些很多 时装 show 跟party 那比较光鲜亮丽的感觉 没错这些是时尚采购的 生活的非常非常一小部分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呢 是 下一页 你怎么样把漂亮的东西 把它销售出去 或者是时尚的东西 怎么样把它销售出去 下一页 那以前呢 我们都会去参加fashion week 那在 这个 疫情之中 很多人会问说 到底fashion 你们到底买手 有没有 受什么影响 我觉得各行 各业一定都有受影响 但我们可能更是深远 因为我觉得 我已经两年没有出国了 我们一年之前 是要出国四次 去看秀 去采购 那这一次的fashion week 这两年的fashion week 其实像runway跟showroom 我们都是采用digital的方式 下一页 那在fashion show的部分呢 其实它可以给你 很多现场的震撼 然后 像我第一次去参加fashion show 是在巴黎 我14岁的时候 去参加Martin Maggio的fashion show 然后呢 小时候你对fashion show 是有一个感觉 是说它一定要有个伸展台 然后是model在上面走 所以我一进去 那个fashion show的时候 是 秀场是整个是一个 大的体育场 然后大家坐的位置 你完全看不出一个 一个逻辑 然后 布木 就是在那一刹那棒 打到我头上之后呢 瞬间就是整个场子 就变成 每一个人都被隔起来 变成一个private的fashion show 然后就 非常 那音乐再加上现场的那个model 这样走起来的那个气势 你感受是非常的深刻 所以 每一期 时装 show的时候 其实设计师花很多力气 不管是他们在选地点 或者是他们选model 整个给你的感觉 其实你自己会有一个 很深的感受 很强烈的感受 那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参加 但现在我们全部都是线上 可能有一些是照片 可能现在很多品牌 连fashion show都不办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 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下一页 那其实像巴黎 给你的感受 就是非常的浪漫 那边有各种可能性 那所有的品牌 都会在巴黎 做一个fashion 不管是哪一个 品牌 它只要 是美国 伦敦什么 它不一定会参加这么多 但它一定要参加paris 好 再来 下一页 那showroom的改变 我觉得是更大的差别 因为showroom其实就是 买手最重要采购的地方 那很多地方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里面 没有买到那个金额 你是走不出去 那个showroom的 它是会跟你坐在那边 就等你把东西买完 或者是你买到那个金额 你才能出去 那很多东西 你可能没买到 它这一季的概念 你没买到的话 它也是不会让你 就是这样子离开 所以 但是现在全部改成线上之后 他们就没有 比较没有这种 这么pushy 就是不会这么的逼迫你 因为他也知道 有很多种困难啊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showroom 是有这样子的差异 还有就是比较用心的一些品牌 其实它会延续 它的fashion show 然后到它的showroom 其实它都会布置成 它这一季的感受 那如果你碰到一些 比较好的sales 它可能就是会连搭配啊 什么的 就是会让你知道 怎么样搭配 所以你买的东西 就会越来越多 你就要更要筛选 但现在呢 就是你只要线上采购 所以线上采购 其实就变得比较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买手比较没有那么大压力 但相对的感受啊 布料啊 这些东西 其实你都需要 自己去想象它 好 下一页 那202页buyer 其实就是如 你们看到的照片 一样 就是我们就是 我们的Paris Fashion Week 就是穿得很漂亮 坐在台北的办公室里面 看着线上的照片 或者是影片 然后去下订单 好 下一页 那里面呢 其实你现在在台北 去采购它 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说 这些氛围的滤镜都没有了 那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冷静 你可以抽离那个环境 抽离就是像 他们给你的一些粉红泡泡 那你就会是非常冷静 去思考你的客人需要什么 然后你在地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那很多东西 可能在巴黎很合理 但是在台湾到底 可不可以这样穿 你会去比较冷静的做思考 那再来为什么 中间我写想象力呢 其实想象力每个buyer本身 你就是需要具备 因为像比如说 我这一身蓝色的洋装 他可能会告诉你说 红色的另一种布 也可以这样 但是他没有sample 所以你必须要去想象 他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你不只要想象 你还要对他负责任 就是他来了 你要把销售走 那我这一次在采购的时候 其实就有碰到一个 比较有趣的 我们合作了大概也是 快要八年的品牌 也是非常多季 那我就收到他的 line sheet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他只有给我line sheet 他什么照片 影片都没有给我 那我收到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我们也合作了蛮久的 那起码我圈起来的 我选的商品 可以给我照片吧 或者是影片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说 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我们合作了这么久 七八年的 你应该要知道 我们的品牌 做出来是什么东西 所以那一季 应该说这两季 这个品牌 这两年我订这个品牌 都是靠我的想象力在订 那你看到那黑白的手绘稿 你必须要去想象 它是什么布 跟什么颜色 结合出来 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是蛮有趣 但心脏也要蛮大刻 东西到了之后 你也不能说 你就必须要去想 你要怎么把它卖掉 那再来就是 这个时间也非常考验 你对品牌的信任 跟品牌对你的信任 这样 好 下一页 那我觉得 buyer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你选品之后 你也要把它销售出去 那时装周 showroom 还有国际的趋势 是你要去整合 适合你在地的市场 然后你必须要去 在这里面整合之后 你要去找到你这个 选品店的风格定位 那最终它就是你的业绩 就是你要创造那个业绩 好 下一页 那再来跟大家聊的是 品牌的趋势现象分享 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 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流行的元素 现在也在改变 然后品牌的角色定位 也在做一个改变 下一页 那以前的品牌定位呢 它是比较处于一个领导式 就是品牌告诉你说 现在流行什么 现在什么东西是奢华 什么东西应该要怎么搭配 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有改变成 变成伙伴式的感觉 它是跟你一起生活 跟你一起长大 跟你一起成长的感觉 所以很多大的品牌 以前不会去分享花絮 但是他们现在都会去分享花絮 为什么就是 可以跟消费者更亲近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很多流行的趋势 也会比较跟着KOL 然后还有KOC Key Opinion Consumer 就是跟着消费的消费者的意见 消费者他们去做一个改变 这样 好 下一页 好 那我觉得现在 就是没有季节的这个流行趋势 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 是说现在品牌 不管是一年四季可以穿 还是不能有季节 比如说明年再拿出来 还是一样可以穿的这个 是变得很重要 大家都要选非常经典 非常舒适 非常生活的感觉 那品牌 他们现在在跟客人沟通 他也不一定是在用 model穿的感觉 他可能会是用手绘稿 像现在这个图片里面 他是用手绘稿的感觉 让你去感受一下生活的温度 跟品牌给你的温度 下一页 再来就是casual 其实现在就是时尚 你的时尚就是生活 所以现在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趋势是非常的重要 像uniform这个品牌 它其实是Goya的family 同一个工厂他们出来的 那他们是因为自己有了三个小孩 然后自己也常常在南法travel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 这个属于法国人的帆布包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改变 那再来就是像comegasone shirt 跟cause的这个合作 就是生活上不只是有潮流 它还是可以让你穿在身上的一件艺术品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合作 下一页 那再来就是工艺美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还是有很多人很喜欢比较美的东西 看起来就是要美 那但是在美的里面 他们会加比较多的工艺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针织 或者是刺绣 比较detail的部分 好 下一页 所以我觉得单品 不管在买手店 或者是在品牌店 其实都变得相对的重要 就像你今天去一间餐厅 你可能会问他说 你这间餐厅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那一样我觉得买手店 或者是品牌店 都应该要可以offer这件事情 只是品牌店可能更多一些 就是他可以给你一个total look 这样子 好 下一页 好 最后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在地的设计师 怎么跟国际的买家联合 下一页 我觉得透过social media 是最好最好的方式 因为你今天不管有没有预算 你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的内容可以是 自己去生产出来的 然后你可以 透过各种的collaboration 下一页 那各种collaboration 你都可以做出这样子的 就是分享 那我觉得在 在地设计时 必须要有一个 自己去思考的一些点 是说你在地的优势是什么 趋势是什么 像比如说像法国 他们可能就是工艺很强 那配色 他们本身从小的那个美感 跟我们就是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大家会崇尚法国女人的生活 他们的fashion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 没有 不角揉造作 非常自然的 那台湾可以offer什么东西 我随便讲一下 台湾其实很有名的是科技 科技跟时尚怎么结合 我觉得这也可以是一个思考点 那或者是其实台湾的生活步调 是比较慢的 是比较休闲的 这也可以是一个 台湾设计师可以去思考的点 对 好 所以非常感谢营运长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析 一开始是从 比方说他的个人经验来出发 后来提到整个产业 包含是国际当中的趋势 那在营运长分享完精彩的 这个内容之后 我自己在旁边 其实我第一时间听我最好奇的一点 就我个人想要 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很好奇 因为一般想到时尚产业 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就是设计师吗 因为他们算是目前的明星 也有作品跟runway会被大家看到 但是之所以为整个产业 就是说其实很多目前幕后 各个不同职务的人 也在当中支撑起整个产业的运作 包含买手 就是其中一个 对那林老师你有非常丰富 第一手的经验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是不是大家对买手都有一些 因为以前可能大家对这个产业 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可能都是看电视啊 以及电影 有一个自然的印象 对不对 是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 像我们有应征过买手吗 那大家来可能都会想 Prada的恶魔那个 就哦 可以去Paris Fashion Week这样子 我觉得让他冷静一下 人家想想看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 你要有一些基础之后的 比如说其实买手最重要的是 数字观念 然后还有其实你每一天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Excel的报表 然后调货 转货 然后其实你要很了解电上的状况 那Paris Fashion Week这种东西都是 你这些东西都做好的 你很了解了之后 你才有可能去 就是出国 你知道吗 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Party啊 Fashion Week 可是电影也是这样演啊 就是说他好像工作能力收到认可之后的一个 就是进阶版一个Milestone 就是说好 你可以跟长官或者是跟上司一起去Fashion Week 但电影都是Happy Ending啊 对 所以就是电影啊 所以你说数字观念很壮 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做Excel的工作 对 其实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他觉得Fashion Week就是他人生的全部 但其实不是 那可能最多的你一年去四次好了 就是一周一周一周四周 其他时候还是要上班 其他时候你以为你在干嘛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觉得 想要做买手的人 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 那除了是数字观念之外 那跟你讲这是可以靠后天 你自己的经历是觉得说 因为大家喜欢食尚才大概是 第一个出发点是喜欢美的东西跟食尚 但你觉得数字观念 因为很多人会说啊我一定不行 你觉得这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我觉得绝对可以 如果你今天想喜欢赚钱 你会算 你就一定会赚 但是重点是你要肯学 那你不是说你只选你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你今天任何工作都有 自己喜欢跟不喜欢要克服的地方 那还有没有第二个 你觉得很重要的quality 一个素质是什么 除了数字观念 算理性的这一块之外 我觉得任何产业应该都需要另外一个就是热情 因为你有热情才有办法支撑你后面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去fashion week 其实是最累的 对啊应该是 你去fashion week 一天可能是有七八个appointment 你要你要看show 你要看show 你要去showroom 你要买货 你要跟他谈判 嗯 对然后你也要就是 东西就是很很不好看 但是你走出去之后你要不要看 就是没有就是很多拉扯 所以其实是你要 然后你回家还要做订单 你还要去social 就是你其实是睡的时间非常非常少 所以其实fashion week是最累的 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有那个热情 你就是真的很爱这个产业 然后你真的才会overcome这些事情 才会就是撑过去这样 那你四大fashion week 现在都说都提到都去过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怎样的比较 或者是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或者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说 其实Paris fashion week一定是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最 应该说这两年啊 两年前 其实我每一年都参加嘛 每一季都参加 其实你那时候每一季参加的时候 也是一个理所当然 没有那么appreciate 但现在其实你很想念那个感受 那么忙碌的感受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 其实你在现场采购的时候 或者是你去参加show的时候 他给你的那个震撼 跟你现场的那种轻声的感受 是比较更直接的 你没有办法看影片或照片去演唱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 就像你看一个演唱会 跟你看YouTube的影片 那绝对有差 绝对有差 我觉得是差蛮多的 所以你看现在台北 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不错 可是云长也提到说 你看的时候是可能被震撼到 或者当下那个感动 跟悸动是存在的 可是实际转化好来 因为你毕竟不是一个KOL 或者是KOC 单纯去看秀 或者是分享一下你的所见所 你是要可能把这些东西 要转移给台湾的消费者 可能要在这边进行销售的 那我觉得很多设计师 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他喜欢的 或者他想要推广的 可能跟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 是中间是有一段差距的 那云长你怎么样分享 这当中的落差 或者是当评断说 这真的是我很喜欢的 可是好像消费者目前 接受度还不是那么高 中间的差 你怎么样去调试 通常在秀上的一些单品 就是设计师可能个人 是他的最喜欢的piece 但是中间还是要有一些 commercial piece 就是比较商业化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他可能那件 晚礼服是他的杰作 但是重点是他可能要 把它做成T恤类的 或者是洋装类的 就比较生活可以穿搭 让消费者可以去穿着他的 你知道他的杰作 但是是在生活中可以穿的 就反而不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师需要调整 那采贡呢 就是make sure你不要被骗到 怎么说 没有啊就是你不要 因为他 因为其实在showroom 他们很常会讲说 这是设计师最喜欢的 哦 这是画素 对对对 最喜欢一定是最好的 我自己又留一件事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你就冷静了 就像逛街一样 多走个两圈 你就冷静了 所以实际上可能进到showroom 或者是在跟他们的销售代表 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过程 是 所以其实销售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觉得销售 其实他们那一段的销售给我们 就很重要 嗯 他把他的故事给我们之后 我们白单的话 那就是变成我们要再把这个故事 交给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再交给客人 就是这个故事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像他今年的一个 Fashion Show的一个 inspiration 他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然后所以他做了这个 这个这个 那可能他就说 哦他小时候长 在这边长大 所以这个 这个毛衣是他小时候穿的 什么 然后这个故事 你可能有了之后 你就会 哦这个戳中你的心 嗯 那你就要开始 你买了 那你就要销售 别人销售 那他们会再销售出去 对 那我自己觉得 比如说我们外行人看 buyer 除了是你可以接触到美 或者是第一线来参与 这些时尚的盛典 跟活动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会 很开心的点是 你手上有一笔预算 是 在你手上 那我觉得我们 一般去买东西是这样 你可能顶多说 我今天想我有多少钱 我要买多少 可是有时候你进去 会略为失控 我不知道营运长 或是你的员工 会有类似发生这样的状况吗 呃 我觉得这个状况是 你自己个人逛街 你可以随便 嗯 你可以回货 但是你买电这种东西 你绝对是要谨守这个预算 因为你必须对你的 库存负责任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买回来 就是放在那 你必须要把它卖出去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这笔预算是一个 甜蜜的负担 嗯 对 是 那提到说护士这一块 那营运长 您实际比方说 以在台北时装周 嗯 这样子来看 您觉得台湾目前的设计师 被你在国外第一手观察到的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呃 对比 或者什么的建议 可以给我们 台湾的在地的设计师 他们参考用的 甚至说一方面是 我们有作品呈现出来 但其实在销售那一块 在市场那一块 会不会比较欠缺 或者是你觉得说故事的能力 怎么样 呃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设计师一定都有自己的故事啊 这个我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可能今天像Paris Fashion Week 为什么大家对法国品牌这么崇尚 对美国的品牌这么崇尚 就是因为法国可能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就是 实际上是一个很 就是他不用特别 呃花什么心思去 很用力挤出来的 那日本人又不一样 他可能细节很多 嗯 那美国人可能就是大家很喜欢 很casual的感觉 那台湾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思考 因为其实很多 呃会去使用一些 比较特殊传统的元素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你可以取部分就好 嗯 但是其实台湾的生活 其实也很多人很崇尚 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台湾 因为其实是 很舒服很自在的嘛 那其实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适合什么样的穿着 嗯 那你不用想着说 去为了外国人做什么 证明什么 我觉得比较是 到底这个环境需要什么样的服装 那你去做 对 我觉得会比较重要 哦 我觉得音韵长讲这个 让我想到其实前几天看到一篇报答 他是专访一个日本的设计师 嗯 那当然日本其实很多 我们很经典的元素 也会印在脑海当中 但那个设计师就说 如果今天我是为了外国人要去设计 然后把一个东西大啦啦的 对 可能印在我的服装上 他觉得那个可能是最一般 或者是最粗浅的设计 应该是在融合在 对 作品跟生活方式当中 对我真是 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其实设计师 有的时候也是左右为难啊 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作品呈现出来 一方面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诶好像时尚跟一般的生活有一点脱离 是 但当设计师开始做一些 就像音韵长刚才提到的 可能是大家生活当中 可能比较时穿 或者针对我们的生活模式 来开发这些产品的时候 很多人又会说 哦 不用说 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是街头时尚 大家开始说 啊 以前的时尚不一样了 对 可能是为了要迎合社群网站 或者是 开始做这些东西 那音韵长是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其实这个很有趣 我在去年也是一样是疫情期间 有一个品牌 我买他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的print 他的印花很漂亮 就是大花那种 他是做那种比较crazy 然后大花的洋装啊什么 但是我当初买他就是因为他的印花 结果最终呢 我去年收到他的 Line Sheet跟Blogger 他的资料之后 他全部东西做素 oversize的西装 什么 完全不一样 但是素色 那我就没有买你的理由了 所以其实他本身的那个DNA 就他自己的 我觉得很重要 就他自己本身 有的那个个性 跟他的风格 你就整个变掉了 对 那就没有别人 你要坚持下去 你对错我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有buyer 在买你的东西 那就表示你有做对什么 但是如果你马上就换了 那你要保证 也要有人买 那这个东西是很好卖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I'm sorry 你两边都没有了 你新的客人也没有 你旧的客人也不会吃这一种 但是他就有跟我抱怨啊 说大家都觉得说 他出了这一季之后 没有就素色的西装之后 大家就觉得说 就有很多抱怨啦 他说但是我们出花的疫情中间 也没有人要买啊 那你可以不要做啊 你这一季干脆停掉啊 可以这样吗 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停掉 我反而会觉得你很有guts 就是你坚守 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 就是你坚守你的 就是原来的风格 你不要变 你不要被市场 就是带走嘛 因为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啊 那你没有了 你就做一个完全不是你很难的风格 就是那你就 要看你有没有人 愿意买这个单 那你原来的客人 你肯定不会买这个单 我就告诉他 那你这一季我没办法买 因为跟我原来 看的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营运长讲的 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 也是可以感同心 因为我们一定都有自己很喜欢 或者很死忠之的牌子 但是你知道到某些时候 你知道说 大概是设计师 或这个品牌想要求新求变 但是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是买不下去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取舍 但是某个程度跟疫情有关系哦 我觉得中间其实蛮多品牌有 有这样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怎么说 比如说原来他们会做一些 party dress啊 小洋装啊 然后 因为大家现在没有party 没有场合 那都在家 很多人work from home 很多人就是隔离啊 什么等等 像那时候 美国也是都在家里嘛 就是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等等 你没有场合穿啊 嗯 所以就会变成说 穿衣的方式是真的有改变 那到底他要怎么改 我就觉得说 那你 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不成立 你可以做 你可以不要做party dress 但你可以说全部印花的 就是 就是可能卫衣啊 或者是裤子啊 那 你跟我讲这个 我就觉得你不是设计师 我不想继续跟你讲 拜拜哦 你的说法好像是跟心理状态有关吗 因为大家可能如果郁闷的时候 好像 算是特别喜欢花的 还是特别不喜欢花的 我不知道 是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 我觉得 怎样的客人都有 因为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 只是说你今天 穿着可能会变得 像比如说 老实说你现在在疫情期间的话 可能这种洋装你可能穿不到 对 因为要干洗 可能要 要整气等等的 那你 但是 你在家里每天要洗衣服 你还是会想要穿一些 就是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 是 就是设计师 其实本来设计师 就是应该要创造出 需求 对 对 而且就是要比一样 我们一般人 那不然 我们不都设计师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他们的 工作要去 超越我们的想象 对 这样才时尚啊 我觉得云云长讲 这个很有道理 其实我觉得对 整个台湾时尚产业的 从业人员 也可以来思考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 在里面嘛 我们可能是想说 怎样去追逐 我们看到的趋势 但其实先前就有句话说 其实消费者 他是想要从A点移动到B点 他不见到搭马车 他也可以开车 就是说看谁先想到 可能比他早一步 或早一步 不知道他们的需求 我觉得对啊 其实在家很多人也是想说 就算我没有办法出去 一个很大规模的 但是我们在家 也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 然后心情 也很好 很好 对 那云云长再请教你 因为刚刚我们这个 很多网友 现在说不定跟大家 这个工商宣传一下 除了是刚刚 听云云长的分享之外 你在这个YouTube以下留言 我们可以同步收到 假设你想按上 云长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边当场 就来帮你询问 一个网友是提到说 跟过去相比 除了是注重跟消费者的 互动距离 我觉得光是这一个命题 就可以聊很久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网路上透过社群媒体分享自己的经验 那我觉得很多时尚品牌 也是因为这样好像跟消费者距离更接近之外 还有什么趋势的变化吗 你说品牌吗 或者是整个产业 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是现在 其实比较少品牌 像告诉你说 这一季流行牛仔 或是像以前我们去Fashion Week 都最近最流行的牛仔 可能再来是Velvet 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但现在比较没有这个部分 我觉得现在比较以个人为出发 就是可能这一个KOL 或是意见领袖 或者是像媒体等等 他们比较 他们去主导一个Fashion Trend 对 我觉得品牌现在比较没有这种 这种 流行趋势的那种定律 对 我觉得好像 社群媒体也是一个影 因为社群媒体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分重 是 所以也让说整个时尚台 其实现在很难看到一个完全大的趋势 其实就是跟对每一个族群 可能都可以找到他们喜欢 或者是支持的东西 好 那还有一个问 也是很实际 他说那如果没有采购经验 要怎么入行 或者是如果是第一次面试 说什么话 比如说我想去巴黎时装周 那个上司就会摸摸决定 先不要这样 对对对 可能就会跟他闲聊一下 那还有没有什么 如果是真的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 想要做幕后走这一块的 我觉得首先啦 你今天来 你说你什么都不会 你要人家录用你是真的有困难 嗯 那我觉得你自己 比如说你 我有看过就是可能来的人啊 可能说没有这样经验 但他想做 我不是不能用 但是你要有基本功 哦 基本功 你常说 比如说你要会Excel 所以今天 大家赶快先去报名 这个是最基本啊 这很基本 就像你今天说我要当秘书 就我不会英文 嗯 这样对不对吧 对不对 不得不说 我觉得Excel真的是个非常专业的东西 非常需要 因为我以前也带过公关公司 嗯 光是那个上司交代说你要把那个 名单 对 我们可以搞一个晚上 那很累 对 所以其实你要会用那些东西 那当然你今天做一个buyer 你要会的那个Excel的需求又跟又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先去上这个课 你就告诉我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你有这样的技能 嗯 那我觉得可以啊 那表示你有去学吗 嗯 你有这个上进的心吗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会 那你 那比如说我问你我们公司 比如说来应征 然后你也不知道品牌 这个不想 对或者是品牌是什么啊 他们是什么风格 你也没有一个感觉的话 那我觉得很难开始 嗯 对 我觉得这个热情你没有啊 你只想要去 你想 你只想要做你想做的 就是去fashion week 或者是想要 享受时装周的这个 你知道吗 氛围 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people skills呢 比方说如果他有在零售中端 面对消费者 这会是一个加分 这个是一个加分 但是很多面对消费者之后 他其实不愿意来公司做buyer 为什么 很有趣 因为其实 因为我也占过贵嘛 真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贵 但我也占过 因为我想了解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 就是微服出群的概念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直接定点了 没有但是你去了解消费者的时候 因为其实你在采购的时候 你看的都是model 对 你看的都是show 然后什么的 你的想象都是美好的 你以为你客人都是那样 就不是 其实你真的要去看 你真正的消费者是谁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 还有环境 等等的 那你真的 店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客人就是 只是纯粹来逛 那有些客人是 其实他爱闲 但他又爱买 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实去 像你在公司做buyer 就是很单一的 就是变成说你是 面对商品 当然你要了解营业 但是 你要了解你的客人 但是其实你就是坐在那边 会长时间的做Excel 但是 但是如果你是在店上的话 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每天会遇到不一样的客人 每天会有不一样的状况 那是人员 特别的生活方式吗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针对 在地的话 比如说天气 是一个需求 或者会不会针对说我们的外在 比如说散布的环境 比如说我觉得东西 你在日本就很合理 那种小白鞋 走在日本街头东京街头 也可以啊 也可以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 台湾比较特别的生活方式呢 是觉得设计师可以拿来当做灵感 或是朝这个向上去发展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 就是好看的 功能性的 我自己觉得以来上来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那当然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 其实你开几分钟 20分钟30分钟 你就到山上 然后可能远一点海边 其实都很近 所以其实台湾的生活步调 其实是蛮舒服的 那有事没事 其实我很喜欢走路 我自己从办公室走到家里 或者是走到哪里 我可以用走的 我不会 不一定一定要搭车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台湾 是蛮生活的 所以maybe鞋子 可以怎么样啊 然后是机能性的 也是一种啊 当然我觉得 这不一定是 唯一 像我有的时候也会穿 比较好看的T恤 或衬衫 我也是在城市 散步嘛 反正没差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设计师可以去思考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网友问的问题 也非常永远 因为提到说 其实你们的集团 有很多不一样 类型的产品 像我第一次收到资讯的时候 说乐高 是我真的想的那个乐高吗 然后Camper 大家都知道 那你会觉得说在 我们都会说隔行如隔山 那特别是时尚产 又更多不同的品项 你觉得会差很多 比如说 可能你专攻鞋铝 就是鞋铝 那可能你专攻消费者的用 你会觉得这样 还是你觉得其实到最后 他们的原理是一样 我觉得隔行如隔山是事实 比如说时尚跟餐饮 那是隔行如隔山 但我觉得不同的商品的话 你只是 像乐高 我们喜不喜欢 那我们很喜欢 你就会去了解 你就会去了解 它的产品线 然后它的客人等等的 那你就会知道 怎么去销售 怎么去订货等等 那最后有没有要给我们台湾的 比如时尚产业也好 或者爱好者也好 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 或者是鼓励 我觉得要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热情 对 然后 Excel要学好 对对对 如果想当buyer 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学好Excel 然后再去应赞 那对设计师来说呢 如果你一个buyer 一个商业理性的角度 来看他们的作品 你有没有觉得 还有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再补偿 或再加多 我觉得保持初心 就是坚持你原来的风格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 知道 为什么人家想要买台湾的品牌 为什么人家想要买你的品牌 不一定是台湾 但是 你的优点在哪里 就是他为什么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对 好 那我们就谢谢 谢谢 孙莱营长 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 在今天 我们自己帮自己 独立一下 虽然没有实体的观众 但是我觉得大家 乐于分享的心 都是不变的 今天透过线上这样子的论坛 和产业人士也好 时尚爱好者也好 或者是有志要进入这一行的网友们 或者是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收获 相信今天下午 不管你是什么的身份 都可以从我们的国际时尚论坛 有一个非常好的收获 第一手的了解 可能不同的立场 不同角度 怎么样看待这个时尚产业 或怎么样 让我们的台北时尚周 可以更加的好 紧接着要进入到的是 今天下午国际时尚论坛的 第二位讲者 他是Picopy 挑品创办人张静凌 因为他在国际时尚产业 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 创办这个挑品 Picopy的平台 怎么样制造出来的东西 被更多人接受之外 也可以更长期的使用 不会大量的耗费地球的资源 另外他也希望通过教育 协助设计开发者 而且摇篮到摇篮设计 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这个就是Picopy在做的事情 特别是了解台湾的一些 产业发展的专长 像我们的纺织业 非常的引以为傲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是纺织业他们在制造之外 可能无力 或者是还没有想到 怎么去解决的 我觉得挑品在这方面 就做了很多的尝试跟创新 所以紧接着就把时间 我们交给Picopy挑品创办人 张静凌 大家好 我是Picopy挑品的创办人张静凌 那今天就由我来 跟大家用30分钟 来简短地来介绍 什么叫做永续时尚 以及永续时尚 哪些方法可以来实践 好 下一页 刚刚主持人已经有 大概介绍了我一下 那我还是用很短的时间 来自我介绍 那其实我跟 跟在场的可能很多各位一样 我都是非常热爱的时尚产业 所以我在五年前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何从自身来做起 对于时尚产业能做出一些改变 那我当时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心想说 与其在改变世界之前 你应该先从改变自己自身做起 所以我在五年前的时候 创立了Picopy挑品 也就是推广永续时尚设计 和绿色生活的推广平台 那其实我们这几年来 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策展的活动 或者是也有相关的一些 讲座或DIY的课程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们可以自己再去搜寻 我们的网站 来 下一页 好 那我们在进入 我们的主题之前呢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 要来好好的思考一下 人类和环境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什么叫做永续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要先来做 所谓的名词的定义 来 下一页 好 我们在讲永续发展的时候 其实可以从人的层面 以及从环境的层面 来看待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以从人的环境的层面 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永续发展 它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之下 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 后代人的需求 为前瞻的一种发展模式 而我们讲的这个需求 其实是从全世界的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是世界穷人的基本需求 还有因为我们人类 能够今天可以很快乐的生活 在这个地球上 其实都是来自于 所谓的自然资本 那自然资本 其实就是我们的空气 水 还有我们的土地 滋养我们 给我们的食物 那其实今天遇到 什么样子的状况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疫情的影响 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实际上你们会发现到 当人类的经济活动 停止发展的时候 你们发现到地球 还有大自然之间 它已经越来越开始 反而是看到它更美丽的 花都盛开了 然后所有动物都跑到了街上了 所以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人类在使用 这些自然的资源的时候 我们的使用小鱼 它的供应量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 自然环境 它才有有时间 可以让它慢慢的 去自我疗愈 下一页 所以我们再从 刚刚有讲到的永续性来讲 你就会发现到 这几年其实大家都有感受到 就是所谓的气候变迁的变化 那这件事情的发展 已经发展了将近的十年 所以我们看到以全球性的角度 来看待事情的话 事实上在1992年 联合国就已经他们签 签订了所谓的 联合国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只会很快速的带过去 是因为我要是要告诉大家说 这是已经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那在1997年 京都议定书 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 一直到2015年 同时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的 所谓的联合国 17项永续发展目标 SDGS 其实它就在设定 2016年到2030年之间 每一个 缔约国家 他们要如何去发展 他们的永续 他有哪一些的guidline 可以来follow 那在今年度的 11月的时候 也会是一个COP26 其实就是联合国 气候变迁大会 那气候变迁其实就是 这些缔约国 也就是说缔结了 这些约定的国家 他们的国家的领袖们 会共同来 在今年在英国 会来举办这个活动 他们共同来商议 说接下来 针对气候变迁 议题的部分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做出一些策略的改变 那回到了台湾的话 你会看到2015年 我们也是在 温室气体减量 及管理方法 还有2017年 还有因应气候变迁 你会发现到 你会想说 永续时尚 到底跟这些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 其实永续时尚 在论述的 就是以保护环境 为前提的情况之下 而我们现在最 急错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来自于 气候变迁 下一页 所以呢 你们就会 应该会常常 现在常会看到 一些内容都在讲说 什么叫做 2050净零排放 其实在净零排放 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 我也叫净零 不过并不是 只要把我排放掉 这是个笑话 很冷 好 事实上我们是在讲 是说 事实上现在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其实联合国 很多的气候变迁大会里面 有很多的缔约国 事实上有128个国家 他都已经签订了 这样子一个合约的内容 他其实在设定说 在2050年的时候 我们要限制温升 1.5度C 什么叫做温升 是指地球的平均温度 在1.5度C 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们不做限制的话 在2050年之前 可能会发生 不可逆转的形式 就是气候变迁造成的 极端气候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地球可能不再适合 人类来居住了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 针对气候变迁 其实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品牌 也提出了两个策略的方向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减缓 一个叫做调试 不好意思 我可能说话有点快 所以我会再慢一点点的速度 来讲述一下 其实在减缓的部分的话 你就会看到 很多的品牌 它会针对大气中的 温室气体的浓度 来降低和延缓 气候变迁可能造成的冲击 其实很多人是讲说 什么叫做减缓 事实上它对应的叫做 联合国实际上 有去发展目标的第12项 也就是所谓的减碳生产 也是我们常常在听到 你们会听到的 所谓的清洁生产这件事情 你会看到好多的品牌 都在提出了这样子的 一个品牌的策略 跟他们的核心价值 那调试的部分呢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减缓 并没有预期中来的顺利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依据一些情境 maybe10年后或20年后 甚至在2050年 真的气候变迁 我们没有办法延缓 它可能会造成的 一个损失是什么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品牌商 也在开始弥定策略 所以也就是说 以进行式来讲 他们以减缓的方式来进行说 我现在可以提供的 什么样子一个产品 我在生产制造的流程当中 我可以怎么样来改变它 那除此之外 我同时间呢 也在以情境来讲 我去设定10年 20年 30年以后 可能气候变迁会造成的 整个的世界的一个危机 那我们的品牌又可以怎么样去调整 去fitting这样子一个情况 来下一页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段影片 我要请大家帮我仔细看上面的字幕哦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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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在性别平等部分 它最主要是focus在女权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随着时代的一个演变 我们现在除了讲性别平等 我们也可能在讲的所谓的 性别的部分不只是女性 还包含了第三性或性别流动 这件事情 其实它都是在我们永续发展目标 从人的角度来看待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那再来你们会看到 第八项跟第九项 其实它都是在讲 我们的工作的环境 以及你在创新的部分 你怎么样透过这一些 除了你让你的员工 可以好好的工作之外 让你的供应链的 所有的劳工都可以被照顾到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发展 设备的发展 或者是一些科技的创新 来减少一些资源的浪费之类的 那再来第十二项 其实这也是我们最主要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会再仔细去看待的 其实第十二项 也是大部分的品牌 都在focus 在做的这件事情 等于说我怎么样透过一些方法 可能是布料的使用 源头减量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在什么制程当中 我怎么样可以降低 所谓的环境污染的部分 此外也可以做所谓的 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所谓的 低碳制造这件事情 那这些对应的 其实就是第十三项的 所谓的气候行动 也就是说很多的品牌商 就借着这一些第十二项 来采取他所谓的 第十三项的气候行动 也就是针对气候变迁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 而这些气候变迁 当你针对这些气候行动之后 你减少了所谓的二氧化碳制造 减少了所谓的温室气体的排量的部分 同时建议也保护了 第十四第十五项 也就是海洋生态跟陆地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保护到 最终你要做到这些事情 其实你还必须在 刚刚是不是有讲到 整个供应链 你要怎么样去 跟你的伙伴关系 能达成这样子一个效应 所以其实在第十七项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跨领域 或者是跨不同的国家 或跨不同的产业 然后大家一起共同 来发展这样子一个目标 来下一页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永续时尚 所以我们会深入浅出的 来带一下大家 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永续 那既然我们刚刚已经论述了 永续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 在时尚产业链 它到底要怎么样去 fitting进来 就我们刚已经有特别提及到 其实你们都会看到 很多过去的影片 包含现在的影片都在论述 其实在时尚产业 已经继时有产业之后的 第二大污染源 它包含了哪一些 包含了廉价的劳工 环境的污染跟资源的浪费 所以其实你就会看到 这一部分 其实大家都提出来 时尚产业链 它如何针对这三项 来提出它的解决方案 下一页 所以呢我们从品牌端 来看待的话 品牌跟设计师 它的社会责任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先从论述 所谓的永续 刚刚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永续是不是在 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然后你又要满足 现代人的需求 也不损待后代人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有环境保护 社会价值跟经济利益 这件事情 那经济利益呢 为什么我要特别 想到经济利益 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永续 实际上它不是做公益 而是它是在讲的是 一个时尚产业链的 一个革新 不管是从原物料 一直到最后的消费端 其实它都在讲革新 也就是说 你必须能够达到 一个商业模式 它的创新 而且是它可以work in的 而work in也就是说 它可以自己自主 它可以产生利益 它才有办法继续的 持续的下去进行 这才是在永续发展的部分 我们从各个方面来看 它是非常的重要 除此之外 其实因为我们既然 在讲时尚品牌 那这件事情 我也要提醒大家 我特别把它 其中加了一项 叫做消费者需求的 导向设计 什么叫做 消费者需求的导向设计 因为过去 很多人都会认为 品牌来临到流行 事实上时代已经不一样 透过了所谓的社群媒体 事实上是我们发现到 每一个消费者 每一个人都可以 来主导这个流行 也就是说 有品牌领导流行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最主要还是有回到 我们每一个人 他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也就是 你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思考说 你如何满足 现代人的需求 而现代人的需求 就来自于消费者 他的需求是什么 那刚刚其实前面 一位讲者 他也有提到 现在整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生活形态的改变 是不是大家都宅在家 working from home 那你的服装的款式 要怎么改变呢 那你是不是 难道设计师还是要按照 或者品牌上 还是要按照以前一样 设计要可能是要外出的服 或者是party穿的服 当然不一样了 你可以想见 人家消费者 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怎么样让他 这些衣服 可以在他的生活中 你去穿着 去实践 所以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来下一页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我跟 我在实践大学 服装设计研究所 有开立课程 我们跟我的研究所的学生 其实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线上的问卷调查 针对台湾的消费者族群 我们希望说可以了解一下 他们对于所谓的 永续时尚的理解度到哪里 那他总共 我们做一个线上调查 大概有750份的 有效问卷调查 那其中我就挑出了几样 让大家可以讲一些重点 那如果你们想要更多一点点的资讯内容的话 你们可以扫描我上面 简报上面的QR Code 它可以导到我们里面会更详尽的一个 所永续调查报告的内容 所以其实我们在其中有一项 就是你认为最能定义 永续时尚的特征是什么 其实我们列出了 大概将近的十几个题目里面 然后我们发觉到说 前五项是哪一个呢 来下一页 来你们看到我标示出来的前五样 第一项是产品可进入回收循环系统 第二个是使用再生面料 第三个是减少制成使用的有害化学物 第四是高品质耐用持久 第五是减少并重复使用包装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对于循环再利用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多数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了 而且甚至是升值他的人心 所以你会看到他反而把第一项 尤其是产品可以再利用 再循环不断的重复再利用 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其用的概念 其实已经在多数的消费者 他们认为这才是具备了永续的精神的一个首要条件 来下一页 那再来呢 我们也针对品牌商来讲的话 我们也询问了我们的消费者说 品牌致力于哪些议题可以提升品牌好感度 来下一页 我们也看到 有没有发现到前面的三都是跟生态永续有关系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是没有讲所谓的永续三大支柱 环境保护 社会利益 还有经济价值 其实以对于消费者来讲 他还是认为生态永续 也就是保护环境这件事情永远都是首要 这个也是跟大家讲 你没有发现到 他第一个是保护海洋与动物 我们是不是有对应到我们的联合国实际上有去发展的目标的第14跟第15项 还有降低材料与制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是我们SDGS的第12 清洁生产的部分 再来是应对气候变迁的品牌策略 是不是刚刚也跟大家讲在17项发展目标的应该是第13项 你们发现到其实消费者都已经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已经非常的有概念了 所以我们也鼓励越来越多的品牌包含台湾的设计师 你们都可以来针对这些事项来定出你们所谓的永续的策略是哪一些 来下一页 好那我们再来从来广泛的定义来什么叫做永续史上跟设计呢 其实就刚刚你们看到了回收recycle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你可以使用可回收的材料 或者是你的材料可以再进入回收 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会再具体谜意 再跟大家去做进一步的解释跟说明 那所谓的道德生产 其实它的对应是所谓的公平贸易认证的部分 那道德生产也就是说 因为其实所谓的公平贸易认证是指说 在以全球性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其实大家知道我们供应念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所以其实我们会在劳工的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会给一些下游的一些工厂来制作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工厂 它是加入了公平贸易认证 所以它告诉你说 我们绝对没有血汗工厂这件事情的产生 可是其实还有一些工厂 其实它虽然没有得到贸易认证 可是实际上是它也还是对劳工不错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工厂跟劳工合作 所以我们会讲说这所谓的道德生产 那再来我们还有看到所谓的vegan 其实也是大家常常听到的素食时尚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最常听到就是所谓的素食皮革 可是我这边也跟大家给大家一个观念 事实上我们现在常常讲的素食皮革 在欧洲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它讲的素食皮革是以植物为基底 也就是像你常听到的凤梨皮革 或者是orange fiber 橘子纤维这一类 或者是竹纤维 它其实是在讲说由植物做出来的一些纤维素里面 然后再产生出来的一个布料或者是材质 它并不是指所谓的合成皮革 不是指说你不使用动物皮革 不使用动物皮革 它就是素食 其实它应该是以植物为基底为主要的药像 再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orange orange有机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天然材质 它包含了棉麻 其实等于你不使用农药其实就是对土地友善 所以有机也是我们在论述有趣时上的一种方法之一 再来我们会看到 你们会看到复古二手 其实复古二手也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物尽其用的概念 就是说你的商品如果你不再使用的时候 或者是你只要做一次性的购买 你可不可以去买购买这些二手衣呢 或者是去买一些过去旧的一些服装 再来我们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工匠工艺也是我们在推崇 其实它对应的是快时尚的慢时尚 快时尚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是slow fashion 那slow fashion 可是我们这边要特别讲的 并不是指说所有的高端品牌慢慢的做旧事 所谓的永续时尚 我们在讲的是 可能是工艺的角的部分的琢磨 其实可能包含了所谓的刺绣 刺绣其实也就是因为它有具备的文化承传 所以我们在讲工艺工匠这个部分是指这一块 好再来就是定制定制这一块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定制在论述的是指说你有需求才生产 所以它的客制化你去特别针对你的消费者的需求来生产制造 所以其实这都是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特别为你而客制而化设计 而且其实我就做了精致 然后可以让你可以穿的使用的更久 同时间我也不是对应的是 说我不是用大量制造这件事情 可以减低库存量 所以这是在我们在论述永续时尚的一个广泛的定义的部分 所以其实如果想要投入这样的品牌 你们也可以从最基本的这几项里面去寻找一个你目前可行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我们的永续时尚的这个领域 好下一页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直接定录到我们所谓的循环时尚了 大家想说什么叫做循环时尚 其实循环时尚也是永续时尚的一个方法之一 那循环时尚其实就是扣住我们所谓的循环经济这件事情 循环经济这几年大家都常常听到 你会思考说循环经济进到了时尚产业链 它到底可以怎么样来运转 我有哪一些方法可以来实践它呢 来下一页 好我们在进入循环时尚之前呢 我们可能要先来理解一下 循环经济的五种商业模式有哪五种呢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资源循环供应的部分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再生能源或者是可以生物可分解的材料 再第二个是资源回收再造 就是从被气品做回收再造 所以其实很多的二手重置啊 或者是废弃部的重置 库存部的部分 其实都是我们在讲资源回收再造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商品生命延伸 就是说品牌商你可不可以通过维修升级或回收 什么叫做回收 等一下点会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回收这件事 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高端品牌都已经在进行 其实你们会发现到这全部都在延长你的产品的生命周期 什么叫产品的生命中 事实上我们指的是指它的使用周期 就是它可以使用的越来越长久 那它不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怎么样再进到回收的系统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一件商品 它是生生不息啊 然后再来就是共享平台的部分 共享平台的概念也就是说能不能来取代 就一次性的使用的方法 然后服务及商品也是一样 以使用前取代拥有权 强化资源循环的一个效率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先理解什么叫做循环经历的五种商业模式 它当它进到了时尚产业链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呢 来下一页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循环图 我们其实就在讲说 以身为一个时尚产品或者设计师 你就必须去思考 我刚刚是不是讲了整个环节里面 从原物料的取得 你可不可以使用再生材料 或可回收的原物料 那目前台湾我们看到 我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上都在做的是什么 它可能使用宝特瓶沙线 施木榆沙线 咖啡沙 可可沙或者是凤梨皮革 其实你们这些都常常听到 事实上它是使用从另外领域的废弃物 废弃物不能讲废弃物 废弃物 变成是一个宝藏 进入到另外一个产业链里面 然后成为它的产品 而你们会看到这些 事实上很多都是增加 最主要你会发现 为什么要加施木榆林 为什么要加咖啡商 事实上它都是增加它的机能性 加在布料里面 那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目前台湾 也很多的设计师品牌 也在进行的可能是闲置布料 那闲置布料包含了库存布或废弃布 还有以及我们最常看到 所谓的二手重置 就是使用回收的二手的衣物 重新拆解之后 我们再去重新利用它 那我们既然要做设计制造的时候 那从设计端的部分 我们将去怎么去思考它说 我要进入 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我们在循环再造的部分 所以你要从摇篮到摇篮的 循环设计 什么叫做摇篮到摇篮 就是cradle to cradle的概念 cradle其实就是在讲 是指说 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不是在摇篮里面 你出生长 在慢慢的长大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说 从诞生到诞生 我怎么样可以让我这些原物料 又可以回到一个循环 再造的过程当中 那其实我们就会进到 所谓的生物循环跟工业循环 那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是会大概的 跟大家带动一下 那所以其实因为你既然要进到 这些循环的概念的话 你事实上你要做的是 一拆解设计 模组化设计 或者是单一的材质 等一下我们也会举一些案例 让大家看到一下 像国际的品牌 他们是怎么样在进行这件事情 除此之外 你在运输包装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怎么样 重新去设计你的包装 透过身体可以减量生产 或者是减少一次性的包装 浪费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在这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们因为网购蓬勃发展 产生到非常非常多一次性的垃圾 其实也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端品牌 也在去思考 我们怎么样可以来改变这件事情 好 再来消费者购买 我们刚刚事别提到 如果你只有使用一次性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用租赁 或者是用订阅的方式 等于使用权代替拥有权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循环经济的时候 一直不断的在倡议的这件事情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品牌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有发现到 有些品牌端也开始在做 所谓的预购 Pre-order的概念是什么呢 其实Pre-order概念是 它是有的时候 我先销后产 我先让我的东西去 先销售出去 确定有这样的产量的时候 我才开始去生产 其实它都是为了降低资源浪费 还降低库存量 再来就是产品使用的部分 你怎么样可以告诉消费者 怎么样是正确的使用它 可以让它保养洗滴 这件事情也全部都是为了让你的产品 可以一直继续使用它 那所以呢品牌商可不可以提供维修服务呢 所以Repair这件事情 也现在现阶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它可能是会做一些异界的合作 或者是它直接就是在它的自己 也提供了这样子一个服务的平台 然后最后我们当我们服装 或商品不再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进到了回收系统 而进到了拆解回收系统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会有几项的一些Rules 第一项就是所谓的二手 因为说你的产品事实上 它只是稍微旧了一点脏了一点 其实我只是要经过了保养洗滴之后 它还是可以做二次销售 事实上是我们看到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高端品牌 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它会自己去回收它自己的二手商品 然后像在委托给第三方来做二手销售 再来还有所谓的reuse reuse过大部分 其实我们所谓的二手重置 就是reuse的概念 就等于说我重新拆解 使用过的商品之后 把它拆解完变成是一个布料 我再透过拼接的方式 来重新制作成一个新的商品 再是recycle recycle其实大家有很多人要理解一下 所谓的recycle是指说 进到另外一个流程 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新的材料 才叫做recycle 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 很多的一些品牌二手重置部分 其实都是在reuse 并不是recycle的一个概念 最后呢 如果这些商品真的完全都没有办法用了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台湾已经有在发展上的 所谓叫做T2T 纺织品到纺织品 它可以进到工厂之后把它做成燃料棒 然后变成是我们能源的一个 国际发电的一个产量之一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在使用一次性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租赁的模式呢 好为什么我会特别把这样子一个内容把它论述出来 是因为我发现到这几年台湾有越来越多所谓的租赁二手交换的平台 可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在观察你发现到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那为什么不成功呢 其实这个部分我也希望大家在投入这样子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的时候 你还是要先去从一些所谓的利益产生的利基点来看待这件事情 来评估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行 所以其实我们从三种循环商业模式 我们有分一次性的租赁 订阅式的租赁 还有二手在销售 我们也把市场品牌的市场定位 我们分四项 评价中阶高阶 还有奢华服事 那这个部分如果也是一样 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不会论述的太多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更理解深度的内容的话 请大家扫描我的简报上面的QR Code 你们可以看到更进一步深 跟深度的一个解析的内容来下一页 所以其实你们会看到的这一页 我们其实做出了一个所谓的跟线性经济去比较值 事实上你们看到的这个是所谓产生的毛利率的比较 你们发现到平价辐射基本上都是负的 为什么呢 然后你会看到中阶高阶奢华服事 它才会产生极高的利率 毛利率 所以这表示什么 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在某一些品牌的定位上面 才有办法work it 来下一页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循环商业模式 目前就要适合高价格定位的产品 就是中高价位的服事 为什么呢 来跟大家讲 平价服事采用循环方 商业模式是很有挑战性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变动成本太多 大家知道其实平价服事它为了要有价格的竞争优势 所以它把成本压得很低 在成本压得很低的情况之下 所以它一开始它在产品设计的时候 它的产品就不是针对持有性 品质也不会太高 所以它如果要用租赁的模式的时候 它的周转率的时间太少了 所以它的成本反而会高于它的销售 所以它在这个部分事实上是不成立的 所以再加上这些产品 它本身就是低品质低价值的印象 已经升值明星 所以大部分的消费者 其实它是很难说 我为什么你东西都这么便宜 我还要去租你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来回头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台湾目前也越来越多 有这样子类似的平台 我们就会发现到 它们其实在二次销售 或者是在交换的部分 其实都是以所谓的评价服饰为主 所以这才是它们遇到的一些困境的部分 好 再来下一页 好 最终我们就要回头来讲 所以时尚产品的环境冲击指数 80%都取决于设计研发阶段 也就是刚刚大家看到我们所谓的 循环的设计图里面 在圆端设计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在80分 80分我们只要能够 在一开始就去思考 我怎么样去拆解 再利用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减少环境的冲击到80分 80%以上来下一页 好 我们再来看一段影片 我们购买它 我们购买它 季度改变 我们改变 我们把它放开 但它没有放开 但它没有放开 因为它没有放开 而成为了 不,它没有放开 不,它将是有多年轻异的 新的轻异的 新的轻异 原来 新的轻异 原来 这是我们的轻异 是我们这种轻异的 新的轻异 原来 原来 新的轻异 原来 新的轻异 新的轻异 成立 新的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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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沒有 gere繫的更新。 Rabbit are Recyclable are one or Been returned to nature. we've teamed up with partners like Parlé for the Oceans, Stella McCartney, And Allbirds because ,due change we need to create is only possible when we collaborate. every choice you make, the clothes you wear the products you buy, the messages you share they all have an effect, it all adds up. 与共同的行业和与共同的声音 可以帮助作为真正的改变 码脏费是一种问题 专业是我们的解决 参加战争来帮助码脏费 好 来 下一页 刚刚大家已经看完这支影片了 其实你们会看到 这支Edidas 他们透过循环经济的方法 他们有三个回均的策略 第一个就回收循环跟仿生圈 所以它第一个回收圈 其实就是它制定使用所有的产品 都要使用回收材料 所以他们在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他们有制定说 我们在2024年 也是一样就是三年以后 它所有的产品都要使用 100%回收的巨值 也就是说可能是使用海费 或者是使用所谓的回收的宝特瓶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它其实最有名的 它就是Pally for the Alcians 他们有跟他们做了合作 除此之外 在Adidas它有一系列是跟Stella McCartney合作 等于说透过Stella McCartney的合作 来提出一个所谓的设计方案 再还有一个循环圈的部分 就是刚跟大家讲 我们是不是刚刚看到那个Focus 那个封闭式的循环里面的概念 它是指说我可不可以 把我所有的产品 它整个的设计 包含它使用的材料部分 都可以变成是循环重置的产品 所以它也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到2030年的时候 它要相较于2017年碳足迹 要减少30% 好 在这个实践的目标当中 我们会看到 它在今年度的时候 它跟一个所谓的社会企业品牌 叫做Oberts 他们其实推出了一个产品 应该是在11月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在上市的一个计划 其实他们在里面呢 他们就计算出了 所谓的碳足迹的一个发展 所以其实每一双鞋上面 都会有签一个叫2.94公斤的 二氧化碳当量 其实它就是计算了 它的产品生命周期计算出了所谓的碳足迹 最后呢 事实上他们也希望说 除了所谓的使用了可回收的材料 所谓所回收的锯质纤维之外 他们最终的目标 其实希望也可以使用 所谓的天然或可生物分解的材料 所以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讲 说工业循环跟生物循环 他们同步在进行 那他们的目标最终就是2050研究 就是刚刚大家有看到 我们一开始的简报当中 有在讲的联合国的整个的目标的方向 就是205年达到碳中和 好来下一页 好最后什么叫做循环时尚 其实循环时尚就是在讲说 整个从消费者需求的导向 到供应链的资源再利用出发 还有设计师品牌 你可不可以思考衣物如何回收系 还有拆解的可能性 来下一页 所以呢除此之外 刚刚是不是你们看到很多的案例 他们都在做一个生命周期的评估 也就是说你的产品从出生 一直到最后完结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环节里面 你可不可以帮他来考虑 同时来计算出他的环境冲击指数 从原料制造运输使用 一直到气质回收 你每一个环节都可以 下一页 好所以永续时尚的20条原则 我就不再论述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都讲的 非常非常清楚 我只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最重要的是 可穿性碳重铺使用 也就是说从设计师品牌端 你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 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努力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到消费端 他一定可以穿 来下一页 好最后我们永续时尚 关键趋势也非常非常多 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提到了 所以我也就不再论述 来下一页 那我的简报已经到这 那我们其实 我们在脸书有一个公开社团 叫永续时尚跟设计教育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里面 大家一起来共同来交流 什么叫做永续时尚 来下一页 好最后也是一样 谢谢大家来到 我们来到21世 所以我们来用新的方法 来改变这个世界 好我们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页 就是我们的QA 谢谢大家 发自内心给张创办人掌声 谢谢 因为张创办人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呼应上一个讲者讲 其实很多时候除了是 我们办活动是给消费者 或者是让他们喜欢的东西之外 有的时候我们要更领先一步 可能要一些宣导 或者是教育的 所以我觉得张创办人刚才的简报 我觉得其实就是达到这样的目的 但我自己很好奇的 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 moment 就是他可能觉醒 忽然想到这件事情 因为一般想到时尚可能就是华服 或者是比较光鲜亮丽那一面 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 创办什么时候开始忽然想到 我要来走的是永续时尚 或者是这一块 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力 我自己很好奇 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刚刚很简短的做了自我介绍 那因为我在时尚产业工作20年 我当过设计师 那我最后一份在工作 其实是单了一本 我是一本时尚杂志的总编辑 然后在5年前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也看到了 我应该是说 其实气候变现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都有产生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契机 就是来自于我女儿 我有一个女儿 然后事实上 我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因为他在小学的时候 老师就已经在跟他讲 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有上什么地球科学课 然后你知道我女儿跟我说什么吗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妈妈 为什么你们 你们做的事情 是我们后代要承担 你知道我听到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我当时就在思考 对为什么 为什么 那我可以做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 以身为一个母亲的角色来讲 我当时就在思考说 我可以为我的 先不要说为大众 就为我女儿 我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改变 所以当时 我一直都在时尚产业链工作 我也是一个热爱 时尚产业链的人 我就心里想说 我热爱的产业 它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改变 所以其实当时 大概是七八年前 我就开始study一些资料 我就发现到 时尚产业竟然是 既是有产业的第二大污染源 所以刚才会提及说 我就在思考说 在改变世界之前 我应该先改变 我自己做起 所以我才会是 在五年前的时候 我就决定 从离开了时尚媒体之后 我创立了 PKP调品这个平台 来从自身开始来做推动 其实我并不是一定要 自己来创立平台 最主要是因为 我后来发现到 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等于说 当时在推动的时候 其实台湾真的很少人 在论述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 我也是在摸索当中 我就先想说怎么办 我好想做这件事情 可是好像也 没有潜力可循 对没有潜力可循 那我就想说 那只好自己跳下来做 就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 是很多人 我觉得倡导是一件事 可是实际玩起袖子 推出产品 然后把这个里面 灌注在当中 然后面临市场的反应 我觉得那又是 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那创办你有面临到 什么样的挑战吗 或者自己也在思索的 因为你的第一个产品 应该就是丁丁库 对去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实际上 那一次感受 是因为我刚刚有讲说 我们会注重整个环节 就购物旅程嘛 所以你知道我们其实 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从我们使用库层部之外 最主要的其实是 我们后来就在想说 因为是网购嘛 刚有提及 其实有很多的一次性的 塑料的包装 要丢掉 对因为特别是 最近大家一直在买东西 家里看到那纸箱 都会觉得说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也看到了 仿制厂还有一些废弃部 就他们有检样测试 所以我们就想 那我们就用废弃部 来制作物流包装袋 所以产品本身跟包裁都是 对 对可是呢 这也遇到了一个 很大的困境 是因为我们其实是 你知道一个塑胶袋 如果你去外面 没来一块钱 你知道我们的物流包装袋 而且我们就想说 如果你只是用废弃部 做的物流包装 那还是一次性使用 所以我们又把它设计成 之后它可以变成购物袋使用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制作成本 可以说吗 大概 我就直接讲 我们一个袋子 其实是60块台币 可是我们是不会跟消费者收的 因为这本来就是 我们品牌上要负起的责任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非常的挣扎 真的很挣扎 我想说天哪 这也太贵了吧 想说一个购物袋 物流包装袋 它竟然要60块台币 对我们其实真的 就想说怎么办 要不做吗 还是要做 现实跟理念的 对对 其实我相信 有很多品牌商跟我们一样 都想 对都想这么做 可是有的时候 现实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 现在供应面 一个正常成熟运转的方法 所以其实 而且再加上我们使用的是废弃部 你知道那个 我们废弃部是 大家都长得不一样 大小也不一 所以我们几乎是 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所以你知道它的成本 其实就是降不下来 我们试了很多种方法 可是最终我们还是决定 试试看 所以它是一个实验计划 可是也透过这个实验计划 我们也终于理解 就是有的时候 虽然我们一直在推广 可是当我们自己跳升下 变成一个品牌上 也在生产产品的时候 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说 哇它每一个环节 当你都要顾及到的时候 哇它的成本 真的一直不断的堆叠上去 哇最后到终端消费者的售价 真的是很高 可是其实这也会就是造成 很多的消费者 就会觉得它原来环境 就是你买永续商品 都要这么贵 可是所以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后来在最后 我们的售价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降低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它 因为我们所谓的永续时商 它其实必须是大众化的设计 就是每一个人都使用 它并不是focus在一个高端 市场不对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是 一个大众设计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 又把我们的售价 尽量压到一个 呃可以 我觉得很OK 其实跟很多那种 找名模代言的品牌 相比很OK啊 对所以其实这才是 我们就是在做很多各个方面 可是我也很高兴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商品的实验计划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品牌商在投入的时候 它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 所以当我们其实推出了 所谓的物流包装带配器部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都来找我们 是潜力 可是我们都叫他们先hold着 是这样子是不是 没有因为 因为我还是希望 他们可以活下来 就是刚刚是不是有讲 永续的三个支柱 经济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 如果物流包装带 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善意 可是在当它吃掉你 所有利润的时候 你其实你活不下来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它必须要再 重新思考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品牌商 很多人都讲说 你竟然把生意 给推出去 我说因为它是一个 不可行的方法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 就是我是希望 品牌商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可行的方法 那废弃部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棒的idea 可是它在商业价值 商业利益上面 它没有办法创造出来 所以它 而且它甚至会让你的品牌 可能因为这样子而走不下去 所以这件事情是有待商业的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老实的 就跟这些想要来找 我们合作的品牌 也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就是请大家再等等 我们一定会找到 可行的解决方案 可是废弃部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再运用 可是它作为物流包装袋 还是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 也跟这些品牌商 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到此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大家都 一直常常都会 共同去讨论说 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老师讲的 让我想到一个 是男生版本的 就是那个瑞士的 那个卡车帆部包 老师不知道 他们也是用那个各式各样 而且每一个都是 独一无二的 对 然后今天也有网友在问说 那因为我觉得比方说 一般我们吃的 好像大家知道 我们会选一些标杖 那擦在脸上 我觉得大家因为 可能因为是跟皮肤接触 也比较有感觉 那如果我们想要挑这些 可能符合老师理念 创卖理念这些东西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规章 或者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去挑选的吗 目前以身对 时尚产业链比较少 比较是针对 所谓的原物料 就是布料商 那像我们去年的零零库 其实我们找的布料商 他就有拿到所谓 什么蓝色 对对对 Blue Sine 标章 其实他就是确保 他的工厂 可是那个不会出现在 他的Tag上面 对 可是所以其实我们就会 就是建议消费者说 假设因为像木品 针对品牌 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其实真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下 去看他整个供应链 他的透明度 他你有没有办法公开 所以其实像我们 去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整个公开我们的供应链 你知道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这样是把你的商业机密 都让大家知道 我说可是这才是永续 因为你就是要供应链 你要公开 告诉大家说 我们没有骗你 而且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是跟什么样子的厂商合作 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的布料厂 是拿到Blue Sine认证的 所以我可以很确保 他的布料是清洁生产 他的碳足迹是比较低的 对我们可以确定这件事情 而且其实真的是 如果常人来看 你真的是把这个市场做大 大家的成本 才有办法再加强 是所以我们就是希望 透过推广 可以让更多的品牌商 愿意一起来投入 因为事实上 以成员来看 就像你刚刚讲 你很有概念 因为他就整个 当规模经济创造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他的整个生产成本 就会降低 最绕到中单消费者 他也会 是比较友善的一个价格 好啊 今天听张创办人的 presentation 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多 那也很荣幸 今天可以有这个机会 来将创办人一起来聊一聊 什么是永续时尚 那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 国际时尚论坛的上半场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刚才两位的讲者 各自透过不同的角度 来分享他们对于 时尚产业的观察 还有一些实际的做法 相信不管是对设计师也好 对产业的从业人员 或者对时尚爱好者来说 都有很多新的想法 更可以尝试的方式 实际的作为可以去做 那么紧接着呢 待会要休息10分钟的时间 但是同时间 如果大家听我们的讲者分享 意犹未尽的话 也告诉大家 在目前我们的台北时装周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而且再过几天 10月16号的晚上7点钟 就是我们最受注目的 时尚大秀即将要登场了 那么今年邀请到的是 包含先前三金的舞台的顾问 典礼顾问包含是 金曲金中金马 都有经验的陈振川 来跨界操刀 也和台湾数一数二的 专业团队 包含是志明的秀道 BIGI一起来合作 所以在10月16号 当天晚上7点 您在家 就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 来参与我们的时尚大秀 而且是虚实整合的方式 带应到六个台北城市当中的 时尚角落 一起来看时尚的展演 那么这一回 参与台湾时装周的 各个设计师 也都会齐聚一堂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祸了 那假设有实体的 像刚才 运营长提到 有的时候你实体看到 还是感觉不一样 这一段期间 也可以到的是 星光3月的A11 有我们的快闪电位器 一个月的时间 所有我们参展的 台湾设计师的作品 也都会在其中来展出 大家近距离的第一手 来接触到 所以我们的台北时装周 有两大的亮点 大家不要忘记了 那么待会我们休息10分钟之后 就会是我们国际时尚论坛的下半场 同样是非常精彩 就是卡斯这种是前所未见 是亚洲四个区域跟国家的编辑总监 还有总编辑 以及时尚总监 齐聚一堂 来聊聊他们对市场 还有对这个出版的区域 以及这个地方 他们对时尚的展望跟看法 所以想必是精彩可期 而且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休息10分钟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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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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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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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